女孩只是往下拉了拉裙子 对面的小伙却以为女孩在勾引她 下一秒她就走到了女孩面前 并摆出了猥琐的姿势 面对小伙的骚扰 女孩害怕极了 此时一个好心的大妈拍下了小伙的行为 可没想到 拍照的声音却引起了小伙的注意 小伙大声地质问大妈 刚才是不是在拍她 大妈吓得不敢说话 小伙表示 偷拍她是在侵犯她的隐私 这样做很不道德 只要乖乖交出手机删除照片 她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否则后果自负 小伙又开始用语言攻击大妈 没办法 大妈只好将手机交给了小伙 小伙将照片删除 接着又开始挑逗大妈并对她进行羞辱 还故意不给大妈手机 甚至还直接将手机丢在了地上 然而车里的男人没一个敢站出来制止 就在大妈弯腰去捡手机时 一个妇女正举着手机拍下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小伙见状不由地嘲笑起来 老子想怎样就怎样 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可妇女根本不怕她 因为她在用手机直播 小伙听后立马怂了 这时更多的好心人也纷纷站了出来 他们全都用手机拍下了小伙的犯罪证据 很快地铁到达了终点站 而警察也在外面等候小伙多事 正义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而等待小伙的僵尸法律的制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